今天我的题目是 脱去救人穿上新人 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很重要的一个题目 当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时候 你记得我们向神说了一件事情吗 我们跟神说 神啊 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向神承认我们的罪 并且求神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愿意什么 我们愿意向神说 神啊 我有罪 我愿意悔改 求你赦免我 所以弟兄们 悔改的意思是 我们知道我们什么地方错误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喜欢将它改正过来 把它改正过来 这个是悔改 我们不是只有说对不起 然后明天我们继续做这个错误的事情 不是 我们喜欢把它改正过来 这个是悔改 所以弟兄们 如果你说你信靠主耶稣 可是你发现了你都没有改变 那么你应该做一件事情 你应该悔改 没有人信靠主耶稣 他可以不用改变 那为什么你信靠主耶稣 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 我们有很多错误的地方 所以我们得罪神 我们需要主耶稣的救赎 他在私架上就是为我们的罪 留出他的保险 所以当我们信靠主耶稣以后 我们应该做一件事情 脱去救人 穿上新人 这个是合在一起的 这不是分开的 脱去救人马上我们穿上新人 请我们一起祷告 小姐妹 请问你喜不喜欢看到一个大人 说话 做事情都跟一个小孩子一样 你喜不喜欢跟他住在一起 跟这样子的大人住在一起 不喜欢 对不对 因为 因为他不稳定 所以 当一个大人 我们长大了 我们就要脱去小孩子的心 对不对 我们不再打打闹闹 对不对 不再整天玩玩具 不思想我们应该做什么正经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长大 一样我们要脱去小孩子的心 小孩子不是不好 可是他有一些行为不对的 不是大人要 所以我们长大 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大人 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知道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 很多离婚的问题 很多婚姻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明白结婚的意义 很多人不明白结婚的意义 当我们个人要结婚的人 你应该明白一件事情 我要脱去单身生活 我要进入家庭生活 对不对 我们应该要怎样 改变 要改变 如果没有改变 这个婚姻很危险 这个家庭很危险 还有这个人很危险 弟兄姐妹 同样的 当你信靠主耶稣以后 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你应该要怎样 脱去旧人 穿上新人 如果上帝今天感动你的心 你应该说 阿妹 我应该脱去旧人 穿上新人 弟兄姐妹 我们应该脱去旧人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 我们的旧人就是以前我们的属肉体的人 我们有不好的习惯 我不是完美 有一些习惯不好 我知道 我有一些习惯不好 不好的说话也是一个习惯 对不对 还有不好的性格 不好的思想 还要做出不好的事情 对不对 这些都是旧人 都是不好的 我们应该要把它脱去 可是我们要怎样穿上新人 这是今天的比例 我们应该要怎样穿上新人 我们 请我们 记得我们再回来看 箴言第二章一到六节 圣经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智慧 你记得是箴言第二章一到六节这里说 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 纯记我的命令 彻耳听智慧 专心求聪明 呼求明哲 扬声求聪明 寻找他如寻找银子 搜求他如搜求银藏的珍宝 你就明白 尽为耶和华 得以认识神 因为耶和华世人智慧 知识和聪明 都由他同而出 哇 弟兄 你在你的心里面 你有没有信 上帝能够赐给我们智慧和聪明 所有真正的智慧 真正的聪明 都是从上帝来的 都是从上帝来的 所以箴言的第二章 第一节就告诉我们 你应该做什么事情 领受上帝的言语 对不对 这个不是郭牧师的言语 这个是上帝的言语 你们应该领受的是上帝的言语 是圣经的言语 还要做一件事情 记住上帝的命令 圣经的命令 对不对 就好像人专心在股票市场一样 看他的股票上上下下一样 我们基督徒不是在看股票上上下 我们基督徒是看圣经 对 我们应该记得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我们记住 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智慧 这个就是你有聪明 如果你知道记住这个可以帮助你 这个就是真的智慧 这个就是真的聪明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穿上新人 圣经有没有告诉我 有 请我们一起翻开你的学书 第四章 今天我们看 以福所书 第四章 十七节到三十二节 我们一起读 十七到十九节 所以我说 且在主里确实的说 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方人所虚妄的心行事 他们的心地昏昧 与神所示的生命隔绝了 都因自己无知 心理肝硬 良心既然伤尽 就放纵失欲 贪心种种的污秽 弟兄姐妹 如果你放眼看我们台湾的宗教 很多很多的宗教 很多很多的宗教 你可以看他们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他们的神圣洁了 是不是信靠他的人圣洁了 所以圣经说我们不要向外方人 他的意思是 没有得救的人 没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 他们的心昏暗 为什么 他们不喜欢信靠神 不喜欢把荣耀归给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所以圣经说 不好意思 这些人是什么 无知的 无知的 神不将智慧聪明 弟兄们我说的是真正的智慧 真正的聪明 真正的聪明 赐给他们 所以神看他们是无知的 心里面是刚硬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想要改变他们的问题 改正他们的错误 所以十九节说 哇这个 不好意思这个很难听 圣经说良心既然上尽 哇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 当人拜偶像 进入错误的宗教 他的良心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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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消失 为什么 因为他习惯了敬拜假的神 假的神开始帮他洗脑 对不对 他跟着他 他的良心慢慢伤进 所以就放纵食欲 贪省种种的物贵 哇 很可怕 那我们来看到二十节到二十四节 二十节说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多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人亦含生结 弟兄们 圣经说 当你们成为基督徒 你们学了基督 就不应该这样 不应该这样 不应该像其他拜偶像的人一样 所以二十一节说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请问我们看周报 我们的旧人不好 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这里告诉我们旧人的问题 我们一起读 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 狗和偷盗 凶杀 奸引 贪婪 邪恶 诡诡诈 淫荡 嫉妒 半读 骄傲 狂妄 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 且能误会的 哈哈弟兄 以前我还没信靠主耶稣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我的问题 只是我不太喜欢告诉你们哪些问题 因为我不好意思 我们的旧人不好 对不对 我们的肉体不对 我们的肉体不尽情 不圣洁 主耶稣说我们不但自己误会了 而且我们误会别人 我记得我大一的时候我进入宿舍 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单纯的心 当我踏进宿舍以后 我的心开始被误会了 所以当人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你要知道不是只有你误会你自己 你还会误会别人 这是主耶稣说 为什么你做这些不好的事情 这一些恶的事情从里面出来的时候 你做出来的时候 你还会误会别人 所以当我的隔壁抽烟的时候 薛妮就说他怕有人抽烟 为什么 因为他的鼻子闻到 这个香烟已经误会到他了 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当你做一件恶的事情的时候 你应该知道 不只影响你还影响别人 所以圣经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当我们得救以后 我们应该要改换我们的心智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对不对 我们既然已经跟上帝说上帝啊 我错了赦免我的罪 难道我们起来以后一样做一样的事情 不应该对不对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要改换心智 改变 穿上心人 弟兄们二十四节说 这个心人是造着什么 上帝的样式造的 我们不是成为基督徒我们学这个世界上的智慧 学我们总统蔡英文的智慧 不是 我们应该学上帝的智慧 对不对 所以他说有真理 上帝有真理 有人意 上帝有完全的人意 对不对 有圣洁 上帝有完全的圣洁 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 弟兄姐 我们应该说哈勒路亚 感谢主我们有福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形象 我们可以开始学习 这个是心人的标准 上帝是我们的标准 我们心人的标准 所以弟兄们 或许现在你在心里面还会思想说 牧师 那我真的想要穿上心人 我应该做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 所以我可以穿上心人 改换心智 我不要再做以前的我了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这是很好的问题 圣经就是要帮助我们 你怎么样开始穿上心人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到 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 二十五节说 所以你们要弃绝王爷 个人与灵舍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自己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憨怒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从前偷窃的 不要再偷 总要劳力 亲手做正经事 就可以有余 分给那缺少的人 弟兄 现在开始圣经教导我们 你应该做什么事情 做什么事情 我们应该记得 这个就是穿上心人 你把不好的习惯丢掉 就是脱去救人 你开始学习好的事情 这个就是穿上心人 这个是同时的 同时发生的 所以他给我们第一个建议就是什么 二十五节 你们要怎样 弃绝王爷 弃绝王爷 在美国他们都有白色的王爷 跟黑色的王爷 但是这个都是王爷 所以圣经没有说 你可以说小的王爷 对不对 圣经给我们说 你要弃绝王爷 所以我们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可以选择 对不起我不说 但是我们不要选择说 我说一个小谎话 无伤大言 这个是谎话 圣经给我们第一个建议是 弃绝王爷 以前我也说谎话 可是现在我改变我自己 我告诉我自己我不应该说谎话 这个是穿上心人 好 所以二十六节说第二件事情 生气却不要犯罪 对不对 不可寒怒到日落 有时候梁弟兄告诉我们雅各书说得很好 你们生气的时候要这样 慢慢地动你 不可以暴怒 你应该慢慢地动你 所以他说生气不要犯罪 犯罪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当你伤害别人你就犯罪 当你做肢体暴力那也是犯罪 言语暴力也是犯罪 或者是你伤害你自己也是犯罪 生气不要犯罪 还有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戒心 不可寒怒到日落 有一天学理回家告诉我一件事情 他说他在学校不小心踩到同学的脚 所以他就会跟同学说同学对不起 然后他的同学回答说我不原谅你 所以学理回来他就跟我们说他觉得很沮善 他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弟兄们 我们是一个基督徒 如果人家跟我们说对不起 你愿不愿意原谅他 还是你还要把你的愤怒放在你的心里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生气不要犯罪 不要产生不好的思想 不要产生不好的行为 还有不要发怒到隔天 第三点27节 圣经告诉我们不可给魔鬼留地图 你记得真言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你要听什么 上帝的话和命令记在心里 现在上帝有没有在跟你们说话 上帝跟你们说不可给魔鬼留地图 所以如果你有智慧 你就是把他听 我不应该给魔鬼留地图 所以弟兄们 不给魔鬼留地图是什么 我们不应该被魔鬼引诱 跟从他 请我们看一个经文 在以福所书在周报上面 五到五章六到七节 不要被人虚服地画七红 因这些事 神的愤怒必临到那卑鄙之子 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 弟兄们 当你的良心发现这一个人 他说的事情是不好的 你要不要做一个决定 听从他 不要 对不对 你应该决定了 这个事情不好 有贪心 有不好的事情在里面 我们就不要跟他同伙 不要跟他同伙 所以这个是不要给魔鬼留地图 魔鬼才派他很多的使者来引诱你 你要抵挡他 抵挡他 不要与他同行 还有二十八节我们来看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 总要劳力 亲手做正经事 圣经告诉我们 偷窃的我们就不要再偷了 我们知道偷窃有分大型 大的是专业的专业的小偷 小的是顺手牵拥的小偷 你把你的公司的东西带回家用 这个也是小偷 以前我把医院的东西带回家用 不好的事 所以从前偷窃 上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不要做这个事情 因为你不知道谁在看你 你真的不知道谁在看你 所以我们应该不做这些恶事 所以他说我们应该做什么 正经事 正经事 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失 再来我们看二十九节 二十九节圣经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 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当你以前你说话 比如说你会说一些负面的话 攻击别人的话 伤害人的话 取笑别人的话 甚至黄色的笑话 对不对 还有不好不文雅的话笑话 这些都是误会的言语 我们就应该改变它 改变它 我们改成说造就人的好话 对不对 如果我的老婆做了一件事情 不错 我应该说哇你做得很好 我不应该说那你只做这个怎么没有做到 对 这样子就是不好的活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脱去救人 如果我们有这种习惯 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说话 污秽的言语 伤害人的言语 你怎么知道你伤害人 你看对方的脸变色了 你可能开始伤害他 对 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我听见的人得益处 请我们看三诗节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数的日子来到 当我们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神担忧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 就像如果学了一座不好的事情 我担忧他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哪些是不好的 三诗一节说 一切苦毒 恼恨 愤怒 烂闹 诡谤 并一切的恶毒 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哇 弟兄姐妹 这个经文太重要了 圣经给我们看你有没有这些性格 如果有这些问题在你的心中 这个是救人 这个是不好的 你应该怎样 除掉他 脱去救人不是一个口号 当你看圣经的时候 你知道什么是救人 对不对 如果我有苦毒 我觉得我的老婆都一直对我不好 这个是苦毒 对不对 你应该改变你的心里面 对不对 所以他说你应该除掉你的这个 心里面的一切的苦毒 脑恨 如果你的头脑里面 你的心里面 脑恨某些事情 脑恨某些人 今天上帝感动人心里应该选 跟上帝说 阿鲁路 我应该除掉这些事情 我不应该再记恨 我不应该再受这些事情孤独 对不对 毁谤 我们也不应该去毁谤别人 对 或者是别人毁谤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不应该计恨这样的心中 并一切的恶毒 恶毒真的不好 我们有不好的事情 所以神真的不喜欢我们的救人 继续跟随我们 神喜欢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智 对不对 改变我们的心智 所以他说把这些不好的东西 通通除掉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应该做心理革命 对不对 把这些肉体不好的事情去除掉 好 我们一起看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神要告诉我们 你要做什么 穿上新人 并要以恩慈相待 所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的你们一样 弟兄姐妹记得二十三节讲说 你们应该新日改换一新 二十四节说并且穿上新人 这个新人是造着什么 上帝的样式造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三十二节 上帝要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性格 恩慈 上帝有没有恩慈 上帝有完全的恩慈 上帝有没有怜悯 上帝有完全的怜悯 他真的怜悯吗 上帝有没有饶恕 上帝真的饶恕我 我们不知道得罪神多少 对不对 连我都不敢想 可是神有恩慈 他知道我没有办法还我的债 对不对 所以他用他的独身子 为我的罪神明 这个是上帝的恩典 这个是上帝的怜悯 还有他阅历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饶恕我们 所以我们来看到真言在周报上面 真言三章三到四节 圣经说 不可使慈爱 诚实离开你 要细在你景象上 苛在你心本上 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 谋恩慈有聪明 圣经喜欢我们 在神的面前谋恩慈 对不对 我们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在别人的眼前 谋恩慈 因为我们真的做很好的事情 因为圣经说你要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在你的心里面你应该测量一下 你有没有慈爱在你的心中 你有没有诚实在你的心中 如果有诚实你就不会说谎 对不对 如果有诚实你就不会偷盗 不会偷窃对不对 如果你有慈爱 你就愿意歪心别人 如果你有慈爱 你就愿意怜悯别人 如果你有慈爱 你就愿意饶恕别人 对不对 所以真言告诉我们 不可使你 不可使其来诚实 离开你 以福所述告诉我们 我们要用恩慈相待 这个是新人的意思 你要用恩慈 以前你的旧人里面有苦毒 现在你要说我要除掉苦 现在我应该要让我的心有恩慈 有恩慈 有怜悯 请我们再看一个经文 一节经文 诗篇八十六篇五节 主啊你本为良善 热意饶恕人 有丰盛的旗爱 诗给凡求告的人 弟兄姐妹 这一节经文 告诉我们上帝的性格 他是完全的良善 他有丰盛的怜悯 他怜悯别人 只要你愿意求告他 对不对 今天弟兄姐妹 你也可以开始有这样的性格 为什么 因为当你接受主耶稣基督以后 你成为上帝的人 如果你喜欢有这样的性格进度 你记得真言 我们刚刚读第二章 告诉我们一件重要事情 上帝能不能赐给你这样的性格 这个就是我要说的话 当你愿意改变你的心人的时候 你要记得上帝要叫你做什么 你应该要有恩慈 你只要听祂的命令 你只要跟上帝说上帝啊 我愿意在我的心中有恩慈 求你帮助我 上帝能够将祂的恩慈 分鞋放在你的心中 这个是上帝的能力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应该决定了什么 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最后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决定了脱去旧人 我们就应该知道 我们的旧人哪些不好 对不对 我们有说谎 偷窃 污秽的言语 苦毒 恼恨 愤怒 囊绕 毁谤 一切的恶毒 我们都应该说上帝养色没有 我要除去这些不好的事情 现在我要学习穿上新人 这段经文里面我整理了五个事情 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说 我想要穿上经文 我鼓励你这一个礼拜 你思想这五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生气不要犯罪 当你生气的时候 记得不要犯罪 不要口出贵脸 不要动你的拳头 不可含人道日 这个是新人 第二个 做正经的事情 我们应该做正经的事情 不要做让人犯罪的事情 第三个 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舌头 对 说话的方式 我们不应该说不好听的话 我们应该开始说 能够帮助别人的话 而不是谄媚的话 谄媚也是不好的话 我们应该说好的话 这个好的话可以帮助别人 像一个孩子 他如果写完功课 你应该说你表现得很好 鼓励他做这个好的事情 第四个 我们应该用恩慈相待 当你对待别人的时候 你应该发现你自己心里面 是不是你用恩慈对待别人 如果你的心里面没有恩慈的时候 如果人踩到你的脚 你可能就推他一把 对不对 那你的心里面就没有恩慈 我们应该有恩慈的心在我们的心里 还有第五个 这个是差不多的意思 我们应该有怜悯的心 乐意饶恕人的心 这个是五件事情 如果你有思想这五件事情进入你的生命中 你就是穿上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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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经文 鼓励我们 箴言八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 重子啊 现在要听从我 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佛 要听教训都就得智慧不可弃学 圣经的道理很简单 他没有要叫我们发明什么事情 他只叫我们做一件事情 听从圣经 对不对 我给的五个意见都是圣经里面的事情 现在你应该听从圣经 谨守圣经的吩咐 圣经说什么 变为有福 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这个福是从上帝来的 你应该听从他的命令 他的吩咐 不可怎样 弃绝 有些人看得到 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这个就是弃绝 但是当我们看的时候 你可以说上帝来 虽然我的能力做不到 但是我愿意做求你帮助 这个就是好的决定 所以弟兄姐妹 我鼓励你 这个礼拜我们应该学习穿上新的 以后我们永远穿上新的 对 我们可以开始学习 圣经教训我们这五件事情 你可以解释你自己 是不是你已经穿上这个新的 请我们一起低调教训 请我们一起低调教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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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